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正在观看这个影片的你们 大家好 这里是赫家豪创作频道 我是赫家豪 今天的日期是4月23号 我们马来西亚首相呢 就在8点刚刚有一个直播 直播的内容呢就关于到 其中一个呢就是马来同胞 在再结月的时候呢 需要遵守的一些措施和规则吧 比这个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来了 我们马来西亚呢是会进行第三次的这个延迟 这次的第三次延迟这个限制行动管制令呢 是为期两个星期的 就是会延迟到5月的12号 不知道你们对这个第三次的延迟 第一个的反应是什么呢 其实呢我第一个的反应是已经没有反应了 我应该是属于比较平淡的一个状态吧 第一反应给出了过后呢 就会再开始思考有什么变动 打个比方就是说 违规工作岗位呢是我最在乎的一个东西了 不知道你们也是不是把它摆在第一呢 讲了那么多呢就要话说回来了 话说回来我今天要拍什么影片呢 这个背景呢我也是第一次用 那么我先变出一个东西出来吧 就是变出了一把吉他了 看到吉他的你们呢想不想到我要做什么吗 当然我现在是还没有那个能力是去做一个翻唱 或者说吉他的cover 没有错啦到现在我还自认为自己是一个菜鸟 吉他这个东西我自己觉得啦 如果你一天不练习的话 隔了一天过后你的手感就会渐渐的消失 对我来说隔了一天 我在回去握上这个吉他的时候呢 就会感觉有点怪怪的 可是有一个东西我有能力做的 就是菜鸟练吉他 今天要练习的歌曲呢 就是延续上一集的菜鸟练吉他 慢慢等这首歌 我还是想要唱一下慢慢等这首歌 就是这首歌啦 话不多说就开始练吉他吧 先说明我练了那么久 算久吧 应该不算久也算久 就是我觉得我练了那么长一段时间 其实我每一次弹的时候 然后那个感觉每一次都会不一样 因为呢 每一次都不会白分白的掌握到那个手感 就会把这个手感的老板 都会变成了 水面 就会变成了 准备的小刀 我把今天的手感到 点出前一支 有点子 反正正的小刀 就会变成了 特别人 我感觉 我感觉 你会变成了 我感觉 好 看 我感觉 终于都弹完了 那么刚刚呢 我就弹到了副歌之前的那一个部分 刚刚你们听到的呢 没有错 那就是最真实的 我目前的一个状况啦 就是在我练习的时候呢 我尽可能的让这个手指的运用 变到我最顺畅的一个用法 那么我就从这一个部分开始吧 刚刚我是弹比较慢啦 这边有用到一个东西呢 就是这个 就是直接用这个左手来弹奏的 按了过后弹 前奏的部分呢 是有分成两段的 就是会重复两次 这个音过后呢 就是需要再弹一遍这个部分 然后呢 到这里的时候 我再讲一个东西先吧 就是当到这一段的时候呢 之前我的手指运用是这样的 那时候呢 我的老师就纠正我了一下 我觉得呢 就是把这四个手指呢 就发挥到最大的一个作用 所有的手指准备丢续过后 我就不用紧张的一个状态吧 弹到这边呢 这个部分呢 是现在我练习以来 是觉得最难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练吉他 是没有最难 只有更难 但我弹到最后一个音 这个十指就要准备就绪 对于这三个弹出来的音呢 其实我很多时候呢 都是弹不稳的 是会听到一些扎音 弹完这三个音过后呢 其实中指也是需要准备就绪的 这边这一个部分呢 就要掌握好它的节奏 因为有些地方呢 需要放慢一点 有些地方呢 需要放快一点 这三个音呢 是需要放快一点 这边也是需要放快一点 过后呢 就会重复一遍 类似这样的一个旋律 然后呢 副歌的部分 就是比较容易啦 比那个前奏部分的那些音呢 都会比较少 那么我就先用比较一个慢的速度 来弹奏一下吧 感谢观看 那个部分呢就是属于副歌的第一部分吧 这一个部分呢我觉得有点难的就是 就是这一段 谈完这边过后呢就是从这里 然后去这里 从这样 到这样 而且它是要按准那个音 所以我刚刚说的比较难的一个点就是这一个点 接下来就是把这个维纸加上去 然后呢后面的一小部分我是觉得会比较容易了的 没有 没有很容易 就是从这里编到去这里 这样 这样 这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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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下一个部分就是会 然后呢 到了这边过后呢就需要重复多一段副歌的部分 只是后面的部分有一些改动 刚刚第一个部分是有 可是呢 然后呢到第二段的副歌的时候就直接是 刚刚呢我弹到的那个部分就是算是这一首歌的结束啦 刚刚呢我弹到的那个部分就是算是这一首歌的结束啦 就是 就是同样是 就是同样是复歌的部分只是最后面有一些改动就会变成一个结尾 就是一个完美的结束 可是如果讲回我弹的话我弹的不完美 现在呢我就想要来一进到底看我能不能完整的弹完这首歌 就是把自己现在最真实的一个状态记录下来 就是这么容易区别的 就是这一首歌的结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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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